昨天在节目中有谈到 马拉公益大学UITM 最近因为有医学院的教授建议 应该要暂时开放给非土著学生 来就读心胸外科系 填补本地医疗界心胸外科医生严重不足的问题 却意外点爆成是种族肤色课题 那么过去几天呢 马拉公益大学有一批学生发动了穿黑衣行动 来抗议学校招收非土著学生 甚至引来政治人物也加一把口继续炒作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非常反对 UITM开放招收非土著学生的做法 昨天马拉公益大学前董事会主席 伊布拉辛沙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就提到 为了国家的利益 解决当前严重缺乏心胸外科医生的危机 他倾向于支持UITM 暂时开放给非土著学生 来攻读心胸外科硕士课程 直到马大医学院开设相关的培训课程为止 曾经当过UITM副校长的伊布拉辛沙还提到 马拉公益大学是国内唯一有和英国爱丁堡 皇家外科医学院开设平行途径课程 训练心胸外科医生的大学 虽然有这样的管道 但是他提到一个状况 虽然本地医学生是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平行途径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像我们一般会说的那种双联课程的意思 大概是那样 去接受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心胸外科培训 但是这里要提到的一点是 因为爱丁堡医学院的培训系统在2022年的时候受到政府质疑 所以医科生即使去了那边读回来马来西亚 也是不被高教部 不被大马医药理事会MMC 以及大马资格认证机构承认的 没有办法在本地当心胸外科医生 所以伊布拉辛沙才会建议 UITM应该允许暂时接纳非土著学生 进入UITM就读心胸外科系 别让这些医学生陷入困境 他说如果UITM不改变立场的话 大马的心胸外科素质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那些学生都不是拿不被政府承认的外国文凭回来的 那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这些医生应该要根据正确的教学纲要来接受培训 伊布拉辛沙这番话呢 他说的似乎就印证了 早前有传出在国外受训的这些本地心胸外科医生 必须先把他们的学分他们的credit转移到UITM的课程 那浅白来说就是需要先进去UITM 进一进过一下水之后 才可以得到政府认证的这个说法 但是问题就卡在了 那些卡官当不成医生的学生当中 可能有不少是非土著身份 所以刚刚我们这一系列的脉络说下来 你看这个问题政策底下 没有办法进到马拉公益大学 完成他们的学分转移的程序 所以让这些学生读了书 最后却当不成心胸外科医生 那其实这个先起争议的课题 出现了好几方面的拉扯 有人认为在国家当前 严重缺乏心胸外科医生的情况下 应该要把国家的利益摆在前头 但也有人完全不愿意在维护土著权益上妥协 或许来看看医疗前线的实际数据 大家就会有感觉了 早前有报道形容 全国政府医院内 现在有超过1500名患有心肺疾病的病患 但是能够为病患治疗的心胸外科医生 却只有14人 换个说法 在医患比例 你一看这数字已经是严重失衡的情况之下 每一名心胸外科医生 需要同时照顾107名或以上的病患 这还不包括那些需要紧急救治 紧急动手术的病人 而医生可以说是天天都有手术要做 可以说他们已经是在过劳的工作了 但他们有可能连抱怨的时间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面排队等着被他们开刀的 有人已经排期排到一年之后了 如果你以为政府医院里只有14名心胸外科医生 已经够震撼了 还得告诉大家 这十来名医生当中 有些已经快退休 但新医生又填补的不够快 名副其实的清皇不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